有中共政法委背景的二党团伙 暴力亲民老法轮功真相点的事件 延续至今超过半年 期间多名法轮功学员遭到构陷诬告 一名被诬告刑事毁坏的台湾法轮功女学员 日前遭警方无礼八光衣服搜身 有人权界人士对事件表示震惊 指香港警方涉嫌违反守则 滥用权利严重侵犯人权 台湾法轮功学员郭女士 去年9月30日在洛马州的法轮功真相点 将一服遮盖在真相展板上的非法横幅移开 结果招清官会成员报警诬告 其后被警方拘捕控理刑事毁坏 以500元保释 今年1月2日 郭女士第二次从台湾来港 到洛马州警署报道后 被警方押解到坟林法院 两名女警命令她脱衣 声称要对她进行彻底检查 就叫我全部没见到 衣服全部都脱光 而且那是在一个不是密闭式空间 就是有有有栅栏的 那是有人通过是可以被看见的 然后衣服全部外套全部都收光 收光我仅有的一个眼镜 香港人权监察副主席庄耀光 对事件表示震惊 他强调警察通力中对激流搜查 有严格的要求 郭女士日前在友人的陪同下先后到投诉警察科和金警惠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道